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左移庙宇20-29前置一座加二 圆神那塔,5.0版本火神筒全收集路线 以规划每分P4攻略共计108个 好,我们本批来拿下左移庙宇最好一块区域的火神筒 好,首先打开地图 来到左移庙宇左边这个长寿锚点 这样子水好长寿锚点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北方向这边 大家来 好,往下帮你飞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左手边这边 这边有一个绿龙 我们点击一下附身 附身完后我们看一下东北方向朝前走 路过前方这两棵树 可以看到面前有个勾锁我们拉一下 那往前面前是个神童 我们瞄准飞上来 对面又有勾锁下拉一下 OK,拿到神童 好,接着我们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之前的这个长寿锚点 好,锚点出来之后 我们回头看一下东南方向这边 往下看 看对面的木桥上有一个火神童拿一下 好,拿完直接从这边 跳下来 好,继续往下面看 可以看到我们的东方向 东方向的山 山顶 这里有一个火神童我们再拿一下 好,从那边过来我们就不用爬了 好,拿一下 好,拿完 我们直接东南方向这边 继续 黑银走 然后跳下来 好,目标是 东南方向 然后那个沙滩上 下一个神童在沙滩的对岸 我们朝那个方向飞 可以看到对面这边 好,可以看到这个对面这个 沙滩 对面还有一个沙滩 我们的目标在那边 好,我们往那边走 哎,这边好像没有那个水溶溪了 我们得走过去吧 因为水溶溪的话可以游过水很快的 这边的话就走一下吧 好,这边 反正距离岩腹远 这边的话 你有水神的话就有水神嘛 直接走过去 以久起码快 哎呦,歌颂 那你有纳塔刷的话 那更快直接 标一下这个火神童 好,然后我们走过来 拿下这个火神童 好,拿完打开地图 好,这时我们还是回到之前的这个长寿盲点 好,这个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东方向这边 好,走下来 好,下来的时候 我们稍微朝我们的左手边 也就是北方向这边看一下 好,这边有一个绿龙 我们再次点击一下副神了 好,接下来有用 好,我们点击一下副神 好,浮往生错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东南方向 跨过这个河流 向前走 下一个神童在这个 山崖的中间 山崖位置 好,我们走的木堤盘 哎呃,这边 向下跳 好,往下面看 来,我们来到南方向这边 以下,木桥上 有一个 好,我们拿一下 好,慢慢向下 OK 好,然后这个神童 好,然后之后 我们去看北方向 他顶上这边有个勾锁 好,我们先用自己秒左勾一下 然后再拉一下 好,拉完 面前还有一个 我们再拉一下 好,拉完 今天我们看到左 我们的左手 就有一个神童 在洞里面 但是我们现在过不去 好,慢慢的 我们先看北方向这边 北方向左手这边 还有一个小路 我们钻进来 好,我们往里面走 不必行机 好,就顺着动 来,往下面跳 好,再来之后 来,我们看一下到面前 右手边这边有一个 绿龙 我们附身一下 接着抬头向上看 来,这边勾锁我们拉一下 拉完 我们对等最上边 继续勾 好,这边要二连勾 一次勾不算选 好,我们等一下CD 好,让我们继续勾一下 好,勾上来 好,勾上来 勾上我们回头 好,看一下我们的东北方向这边 船船走 来,城墙这边有个小房间 好,面前的便宜 开关,我们开一下 好,点击开关 开完之后 我们走进来 左拐来上扇楼 好,上来之后 右拐 来我们头顶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火神筒了 我们先走到高处 然后再回头 使用元素战技 瞄准 勾一下 我可以拿到这扇筒 好,然后之后 我们继续打开地图 这是我们在大佬 左余妙女中间的这个 船船锅点 就是这样解一下 迷 好,出来之后 我们 别头 我们先变身一下 变身一下 不是这边 好,我们北方向这边 看下来 这边我们来做一个 踢球的解迷 下台之后 面前这边有个 一个球 我们点击元素战技拿起来 然后再点击元素战技 射到这个门的中间 射进来 解锁一个宝箱 我们开一下 好,开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西方向这边 我们先跳上来 跳上右侧的这个 平台 接着我们继续看一下 我们的 西方向这边 跳下来 跳到 底下这个平台上面 看到这边 有一个神童 拿一下 然后我们回头 这边又有个球 我们点击一下死取 好,随便完这边 我们再通过这个 装置来射门 但是我们射门 现在我们先打过去 先瞄准了 虽然锁上的没关系 我们先瞄准它 我们先把它发射出去 先把它发射出去 等它发射一瞬间 我们再打一下 调整位置 门就开了 好,让射门 OK,这宝箱解锁了 好,接着我们 打开地图 回到中间这个秒点 好,传送之后 看下我们的北方向这边 我们去的北方向底下的平台 好,接下来 这边有个六龙变身 我们先变身一下 好,变起来之后 我们去到 东北方向这个平台 对面平台过去 这边机制跟之前不一样 我们要先拉一下 左边的这个 开关装置 大致于拿球 好,我先打一下开关装置 然后拿球 然后回头 攻击发射器 等它 让它球弹出来 我们立马回头 再拉下这个开关 这样球就进去了 好,这个 一个宝箱解锁 我们开一下 开关继续打开地图 还是回到中间的这个 锚点 好,这出来我们直接 南方向 几胚 我们去到 它 右边的那个平台 去拿一下我们之前 那个解锁到 那个宝箱 收集最后一把钥匙 好,我们开一下宝箱 好,那最后钥匙 可以接着我们左爪 好,场合中 没有发现这个 大门轴 走过来就自动会 触发一个任务 这边 大家根据任务的指引 一直对话就可以了 直到它让你去 打开这个门了 去打开这个门的时候 我们要点击追踪了 好,它让我们去 开这个门了 现在我们可以开 之前我们开不了 好,点击开启 钥匙就用之前解锁的那个 送的 三个宝箱中的 好,走进来 诶,这边就是 一个火顺套 我们拿一下 好,然后就直接下跳 好,我们这个 在比较深的底下 好,又下了旺基 好,这边 基本上就是单行道了 我就稍微加速一下 直接越来一一一 好,走上来 看的对面 看的对面又是 一个神童 它这边会提示你 要怎么样 它会让你先去 高处的平台 拿一个开光 你就先去拿高处的 那个神童 拿完再去拿 底下的 我们下来 先来看这个西南方向 还有这边有一个绿龙 我们变身 好,变身完 接近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东南方向这边 过手拉一下 然后再瞄准 勾过去 好,拿着神童 随便 开一下开关 剩下的任务 你想做的话就做 不想做的话 可以跟我一样 先暂停一下 回头再来做 好,等它对话完 我们再回头 看一下我们的西方向这边 西北方向这边 底下 我们下一个神童 在这里面 在这个木板上 我们瞄准 好,下来 拿着神童 好,接着我们打开 背包核对一下 如果你这边前置 也是做了的话 好,可以 数量上 可以 可以是跟我一样的 如果你没做的话 就减去两个 好,就是29个 好的,我们下屁再见